我們看這題 他說這個圖中 這個質量是0.1公斤 m是等於0.1公斤 小球以那個速度50公尺每秒 這進去的速度 進去的速度叫1 這是50公尺每秒 把射進去 結果他水平反彈 水平反彈的話 然後他這個他說 垂直撞向牆面高度45公尺 這個高度45公尺 反射後呈水平 拋射這樣出來 著地瞬間時速度方向 這速度方向 他跟地面夾37度 他問說 則該球以強烈碰撞過程中 受到的充量大小 充量大小 就等於它動量變化大小 那進去是正的 出來是負的 所以我就曉得 它的充量 充量的大小 就等於 就等於 出來是 假設是V2 就是M乘以-V2 減標進去 進去是50 M乘以V1 取決熱值 所以實際上是等於 M乘以V2 所以我就要把它的反彈 反彈速度算出來 帶進去就是答案 這怎麼做 我們如何算 我們如何算它反彈的速度 首先因為它是水平平8 所以它Y方向是自由落體 我們先算它的落地時間 45 等於 所以 我現在定向下回正 2分Z AT平衡 A是10 乘以T平衡 所以落地時間 就算出來了 5945 所以落地時間等於3 3秒落地 它3秒落地以後 它Y方向的速度等於多少 我們算它Y方向的速度 就是VY 等加速度 直接掉下來 4等於它 4等於ZT 叫AT 初速等於0 因為一開始它水平平包 所以牽子方向速度等於0 Z是10 乘以3 所以是30 它的那個 牽子速度是30 也就是說 這個速度是30 然後它說呢 跟什麼 速度 往這邊 跟這個水平面 夾多少 夾這個37度 那這樣我就可以算它的什麼 算它的那個水平速度 水平速度 這個37的話 這也是37 這也是37 這是3 V2 反彈的那個水平速度 V2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30 Cortengent 37度 Cortengent 37度 那這樣等於30 乘以3 乘以3 是4 因為這是那個345 那個三角形 這如果37的話 這是3 這是4 這是5 所以的話呢 Cortengent的話是4除以3 4除以3 所以知道 所以這是40 40 40公尺 好 那現在呢 它的那個 反彈的水平速度 我們就算出來 然後把它帶進去 M是0.1 那乘以多少 V1是50 加上V2 是40 所以這是90 90乘以0.1 就9 所以答案是9 那那個 W的話 就是 公斤 那是1.47 公斤 然後 那乘以力量 是0.1 19 為4 0.8 所以它的衝量 可能是等於0.8